Hello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令我很失望的產品 這些產品不一定是說 每個人都會覺得它很差 因為始終每個人的皮膚 和當地的天氣 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能說這個產品 每個人用都不好 只不過這些產品都是我覺得 我用完之後 可能會失望 或者可能會令我皮膚突然變差 的產品 今次這個影片就會介紹 主要化妝品 我下個影片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覺得真的用完沒有用 或者令我皮膚差了的護膚品 下的產品有些可能是 品牌的公關寄給我 或者有些產品是我自己買的 如果是寄給我的的話 很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太喜歡這個產品 其實也是想分享感受 有很多貴公司寄給我的東西 我都喜歡我都會分享的 不喜歡我都要分享的 首先我們就先說 Shiru Mera Shiru Mera 第一個就是 Stage Performer Smooth Out Instant Pour Blurring Primer 我覺得它很block毛孔 我第一次試的時候 我覺得它可以 因為其實它的效果是不錯的 你用完之後 你真的覺得 好像尾桃瘦瘦了 真是blur了 整個感覺是 嘩好像毛孔小了 好像不見了 不如這樣說 還有就是 你用完之後它上粉 你都覺得很滑 很smooth 但是呢 我覺得它 我用完 我想用了三四次 我就 逐漸發現之後 我好像多了很多粉刺 油脂粒等等 因為特別是這些位置 其實我主要用這個也是鼻子的 所以我都很肯定是它 令到我很容易毛孔塞了 這一個就 對我來說 真的不好 而對它一些BB cream CC cream 有三支 我都覺得 真是失望的 首先 我們 不如 繼續說一下 Shiwamera 真的很抱歉 但是 真是一般 這一支 是Shiwamera的 Stage Performer BB Perfector 它是比較新的 我用了它 我覺得 妝容得很快 因為我很記得 我第一次用它的時候 我晚上約了朋友 在柚一城吃飯 那我出去 吃飯 吃完飯 我想真的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 我已經差不多用了一半了 變成 它對於一些油性 混合性的肌膚 是真的不行 好 第二個 這個CC cream 就是Banina Co 這個CC cream 我相信 應該大家都不陌生 因為很多人說它好 可能它對乾性皮膚的人 會比較好 或者對皮膚沒什麼問題 的朋友是適合 但用完這個之後 都會有爆粒的情況出現 當我之前 我在Facebook page說過 我用完這個 搞到爆粒 很多朋友都留言 說我也是 都有類似的經驗 所以 我相信 不是應該 只有我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認為 這個是一般的 如果你沒買過 想試 但是 皮膚不是很穩定的朋友 我超不建議你試 真的 可一不可在 不要試 真的不要買了 第三個 又是BB cream 就是Dual Skin Nude BB Cream SPF10 這個 其實我在英國 沒有問題 始終那邊 天氣比較乾 不會那麼潮濕 但回到香港 想用 真的 搞不定 這個 是脫妝的 就是 你出到去 可能兩個小時 已經 不見了 那些粉底 這個 真的 沒有了 好像沒有了 任何BB cream CG cream 好像脫掉了 所以 我真的覺得 很一般 沒有什麼特別 還有 我不肯定 香港有沒有買 但 也不特別推介 這支 BB cream 講完BBQ CC cream 就是一個粉底 真的要和大家分享 我真的覺得 我是永遠都不會再碰的 就是這個 Shiseido的 Sun Protection Liquid Foundation 這支 是不是很純後面 我相信 去開Shiseido 或者沒有去Shiseido 買東西的朋友 都會見過這支 因為 我不知道 可能它的配件的顏色 很unique 很特別 不是那麼多 其他粉底 會用這樣的包裝 它有什麼好處呢 就有SPF43 PA++++ 三個家 所以其實它的防塞 應該是很好的 這個就是 我之前看過 外國的Youtuber 說這個很好 我就馬上很想買 結果我買了之後 我試了 嘩 我好記得我是夏天的時候用 因為其實他也說 夏天用是好的 冬天用是很乾 我用完之後 是覺得整臉很黏黏 而且是油光抹棉 塗完之後 你覺得很黏 就好像那種 塗完防曬 有些防曬 如果它是很黏的 你就會覺得很黏 黏黏黏 那當你想用Tissure 可能引走 它就好像引走 如果你出汗 它就好像 焗著你的皮膚 所以我就真的覺得 這個 是很不好 從此之後 我就沒有 碰過Shiseido 任何Foundation 粉餅 就有這個 在泰國買的 Youtube's Lovely Secret粉餅 它的唇膏 我是很喜歡 亦都很推介大家 去泰國的時候買的 但是這個粉餅 我之前在Hall說過 是因為有朋友跟我說 哎呀這個 有點像Chanel那個 即是有些blog 這樣說 我買了之後 試了是真的 很失望 因為它的粉 是飛了粉 那如果你想用 Pox上 你會看到 一粒粒碎 不會貼近你的皮膚 就算我特意塗了 在皮膚上 然後再上 你也覺得它好像不黏 所以它真的 不行 這個已經不行了 不要再說什麼持久力 或者它會不會 Oxidize 等等 已經不需要再說 首先它已經是不貼 不上的 胭脂 真的很對不起 也是Shirumura 但是 真的不好 所以就一定要說 這個呢 就是Shirumura 的blush color 它就是 Stick狀 高狀 你看到其實它的包裝很漂亮 也都之前呢 我有看過其他的人 有說 哎呀它好用啊 我很興奮 很想馬上試試 我收到之後 我馬上就很期待 很想試 試完之後 我就覺得 呃 不是那麼好 因為呢 首先我們說 它有什麼不好 先吧 包裝很漂亮的 沒有問題 開了之後 當然這些 是Stick狀的 你扭它出來 是不是 那你就塗 塗手 那呢 你說它 不想嗎 又不是不想的 但是呢 當你塗了那塊面上 它很難 blend 它好像呢 就黏住了那個位子 它不會再動的了 那可能 有些人覺得好 但是我就覺得 不好 因為 你始終你這樣 因為它這樣畫上去 你是真的 你blend不鬆的話 你就會很噁心 一條痕 一條就一疊 所以我就不喜歡它 第二個呢 就是你扭了它出來 你扭另一邊 它是不會扭回去的 那所以呢 你就要這樣 塗它 塗它 當然就會搞到 這個嘴巴很噁心 這也是一點 但是我就是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不太blend 我覺得 那我買來做什麼呢 就是 一支是一支 是一支 是希望它 好像 blend into your skin 好像很漂亮 好像很自然 但是如果它是做到一支 blend不鬆的 那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 令我很失望的產品 Hightlighter 我通常都用粉狀的東西 但是呢 之前也是 就是看過一個外國的youtuber 那他就 就是用Benefit的 What's up 這個 那他就說 哎呀很漂亮啊 點點點點 那當然 你也是要買的 是不是這樣說 好了 接著用了 就是開了 那這個它有一個蓋 沒有什麼問題 覺得啊 挺好啊 挺衛生啊 這樣 那扭出來 它也會扭進去的 也挺開心 那用在手上 已經覺得它是 真的好像一結 一坨這樣上了手 那你再塗在臉上 你會覺得 嘩 搞不定 如果你一拍照的話 有flash 我相信是 死亡狀生之地的 因為你是看到 如果你塗在這個位置 是一坨白色的 highlight上了 它明明在這裡看 它是一個 champagne color 但是呢 你真的上了臉 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坨白色的東西 這樣 塗在臉上 即是化妝 不會這樣 你完全沒有可能 出街 那好了 接著就試一下 它背面有一個 一個sponge 這樣拖開它 也好一點 但是你真的要用力 這樣 blend 你如果這樣用手指 blend 我想你會把它 把它和粉融在一起 之後還要 覺得臉很油 好了 當你真的blend得很漂亮 當你 blend得很像magic 那樣 你這個 是不能洗的 我研究了很久 是不能扭出來 或者你拔出來洗 那我就覺得 很不衛生 即是你用了兩次 三次 我想第四次 我已經不會想再用 因為你會覺得 好像混了很多東西 在上面 會混合你 之前用的粉底 所有東西混在一起 都不能洗 我就覺得 很噁心 所以 這個 我也是 很不好意思 都是不喜歡的 很不喜歡的一支眼線筆 就是 kiss me 有很多人都說 它很好用 我回購了很多次 但我真的不喜歡 一 它筆身很輕 我覺得很難畫 好像你拿著沒有東西來畫 你好像筆也有筆的重量 但如果你拿著太輕的東西去畫 你真的手抖 然後便會畫到歪了 好了 這個也算 如果它的產品好 的話 我可以控制到 但是 好了 它畫 即是很快就化 而且 真的融 因為我很少會說 那支東西融得很厲害 我不是那些超級無地油眼的人 但這個簡直是 融 真的 我記得 我買回來好像是12月1月 總之 我記得 我在冬天的時間 又不是夏天 已經融了 所以我夏天真的沒有 嘗試給他另一個機會 因為 我不想 那天 會很 溶掉 出去 所以這一支 我真的 不喜歡 第二支眼線筆 就是 Soap & Glory Waterproof Eyeliner 這個就是 它很好滑 而且它很夠黑 但是 它這個防水 防油 就真的 沒什麼 它掉了也更好 但是 如果它掉到你下面 眼淚的位置 或者掉到下眼線的位置 那些才最不開心 最不好看 但是它有一件事 很方便 就是 筆後面 這裡 有一個 跑 變成 如果你有時候 去旅行 或者短旅行 它有一個跑 我真的覺得 如果一支 眼線筆有跑 是方便 很多很多 最後一樣 就是 Maybelline Baby Lips 我知道 有很多 朋友都說 我覺得 Baby Lips 很好用 或者你們喜歡的 美國版 或者是外國版 這個就是 香港版的 Maybelline Baby Lips 這個是 Maybelline那邊寄給我的 但是 都很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喜歡這個 你拿出來 其實我覺得 它 沒有特別 因為它 真的算便宜 很 Artificial的香味 很工夫做的 一些香味 它那種 潤是很假的 它是騙你的 就是騙你 騙你 跟你說 你潤了一點 就是你塗了一些東西 潤了 就好像 如果你很乾 你塗一些水在手上 就好像 立刻補濕 不是補濕 只不過是有水在上面 但是不代表 那些 水分是 入了皮膚 它呢 就真的很表面 在你的嘴唇上面 塗了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 好像滋潤它 就是有些東西 先敷著它 但是你說 它會不會真的 很 可以 潤到你幾個小時 甚至五六個小時 我覺得它是不行的 它是我覺得 令我塗了 好像一陣子 膠在嘴唇上面 所以 就 對 真的 不太好 我覺得 它之後塗完 它是會黏住你的乾紋 這樣 就會脫皮 這樣 如果你的嘴唇本身 沒有塗潤唇膏 你上這個 因為我試過 那 它就會是 就是 那些顏色是 黏住了一個乾的位置 然後其他的位置 就上不了顏色 所以我就 真的 我也不知道 因為其實這個價錢 是真的比較便宜的 那 期望又不可以這麼多 你不可以 可能給二十元 希望那樣東西 是 哇 鋪了金 所以我又覺得 就是 我想 應該要照應你 給你多少錢 而你得到什麼 希望公關的朋友 都會體諒 因為可能大家 有朋友 會寄一些產品給我 那 我好的 會和大家分享 我都會在影片裡用 會在Favorites 說 但不好的 我都真的很想 和大家說 因為 其實 我覺得 就是分享 不是就是分享好的 就是不好的 我都會和大家說 那 就是這樣 因為每一個產品都有 喜歡和不喜歡的 所以 我的意見 不代表一切 希望你們會喜歡 這類的影片 如果你們用過 都是一些很差 令到你很失望的產品 都不妨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